来美国留学应该说是最佳选择 也是最难的选择 出于几个理由 一个最佳选择也就是说 美国是科技发展的引擎 机会非常多 而且它的先进的技术的程度 是其他国家根本就没法比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 美国的AI技术 2022年开始爆发 Chide CPT一下横空出世 但实际上美国的这块的政策的倾向 早就开始了 国会十几年前 他们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法律 就从哪开始抓呢 从教育 它是从根本上进行改变 你像高中就开始引入 这些学科的AP课程 现在已经下沉到中学了 它实际上它不是单学科 学校学生你知道它培养什么 它培养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能力 这不是说你考一个数理化的 单独的分数 不单学科你要学好 而且还注意 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学习找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美国的基本小学课程 阅读 阅读能力就非常重要 海外的留学生到美国大学 读书的时候 第一要功课的就是阅读不灵 朋友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小孩 他就是从英国过来 他就说 国内那些人说 他不要来美国读书 不要来这个读科大学上学 他说根本就老是不教你 一天到晚就让你要做功课 要自己去做那个project 要看书 要自己要写论文什么之类的 我说这就是美国的教育形态 就得这样 谁还大学了 研究生你还处着一个拐棍往前走 没这事儿 即使是英国体系出来的也不灵 知道吧 所以在美国一定注意 他们的课程 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数学 一个是阅读 再有一个就是科学课 注意哈 它叫科学课 什么叫科学课 生命科学 自然科学 它是按照这么分的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美国的小学阅读 它就是博览群书 它一本一本书的看 老是找来一本书 一方面阅读 一方面积攒知识 一方面提升你的阅读能力 和理解能力 刚开始是读一些指定书 它每人发一本都是一样的书 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 它把它读完 它不是什么讲什么语法 没这事儿 大家来互动 这本书读完了以后 你要做一个project 你把书里的一个情节 做成自己的一个项目 你拿着这个项目 跟全班的同学来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它是强调你的阅读量 阅读了多少本书 然后互相之间 大家进行交流 它实际上在发觉什么 在发觉你的脑子的认知 就是理解能力 这种理解能力 不光是对书 对世界的理解能力 你对周围事物的理解能力 你的判断 要加入你的观点 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要解释出来 你要PK 大家在课堂上要进行讨论 为什么美国学生 它有那么大的这种创造力 就是这个原因